海贼中能力奇特的重口味恶魔果实 海上总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恶魔果实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那些奇特的重口味果实能力吧 说到重口味首先必须是毒毒果实 麦哲伦吃下的这个超人系恶魔果实 虽然在战斗中有着不俗的战斗能力 甚至在它的开发下 不论是单体伤害还是群体威力都丝毫不容小觑 但就是这么一颗果实 却有着限制主人上限的副作用 由于毒毒果实毒气的原因 能力者会时常处于腹泻的状态 这也导致麦哲伦时常都需要硬起拉锡 第二位避暑年年果实 游民哥的干部托雷伯尔吃下的超人系果实 不得不说这个能力配上这个主人 其重口味的程度更上了一层楼 托雷伯尔在发动能力时 身体会变成浓稠壮的茶色湿滑粘液 包括衣服以及鼻子的鼻涕都能变成粘液 在战斗中受到伤害后 连夜就会瞬间滑到地面下来 其重口味程度直接拉满 甜甜果实 作为夏洛特家族长子的超人系能力 它的能力带有特殊性的造物能力 能够将能力者触碰的生物变成糖果 本质上这个能力还算正常 但佩罗斯佩罗作为爱吃甜食的主义者 在将目标猎物糖果化后 他显然不会轻易让其融化 而他则会主动用舌头将其消化 自然系中最重口的能力 必输卡里布的沼泽果实莫属了 连呼呼的沼泽能力配上卡里布的外星 不得不说两者毫无违和感 作为战斗中毫无表现的自然系能力 反而再要去为领域有着不俗的表现 它能改变周围环境时期沼泽化 也能将身体变成淋浆壮的无敌沼泽 爆炸果实作为超人系能力之一 在早年威士忌山峰中 杰姆就曾为我们展示爆破的能力 虽然它能将身上的任何部分爆炸 但机制的杰姆会爱用鼻石制造成炸弹进行攻击 显然没料到的索隆在砍完鼻石后 当场便难受了起来 本由果实作为欧佩拉的能力 能够无限的制造出鲜奶油并加以操纵 但能力配上惊艳的外形 竟然成了重口味的天花瓣人物